受第六号台风卡弩影响 目前韩国全国逾万名居民紧急转移 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要求所有机构 保持应急工作机制直到台风离开 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表示 为应对正在北上的台风卡弩 截至目前共有7700余户 10600余名居民转移至村会馆等安全地点 从地区来看 庆上北道转移人数最多为6500余人 庆上南道为2600余人 全罗南道为940余人 釜山为330余人 目前尚未发生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情况 不过受强风影响 各地不断收到树木和设施被吹倒 石头滚落水烟等报告 另外目前全国490余处公路 250余个岸边停车场 520余处河川 160余处海滩被限制通行 所有国立公园的登山路被关闭 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 要求各机构在台风离开我国前 保持应急工作机制 并劝告居住在存在崩塌风险地区 半地下和河边的居民立刻转移 沿岸地区位于地下的营业场所暂停营业 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9日下午5时 将灾难危机警报上调至严重级别 并将应急机制上调至最高级三级 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9日下午5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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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